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因为最近有人在问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自己的运气好一点 其实我的个性我不太想 跟你们讲一些怪力乱成的事 但是如果真的被逼到了 你倒是可以从你家的地基主开始拜起 有没有 地基主就是你家的厨房 你倒是可以在初二十六的时候 初二十六的时候 准备一些鸡腿啊 排骨 肉 酒 饭之类的 往厨房那个方向拜 但是你一定要跟地基主讲得很清楚 你最近做什么工作 碰到什么障碍 因为地基主他本身是位阶比较低的鬼神 他是可以帮你某些可以做的事情 你要大乌大贵不可能 但是如果你要小富小贵 是可以的 理论上是可行的 比如说你希望业绩好一点 然后多赚一点佣金不难 大的话不可能 那是要命述 所以从地基主下手是一个方法 拜地基主 初二十六太阳下山的时候 两只鸡腿 两个控肉 两个排骨 两条鱼 还有两碗饭 其他一些蔬菜 两碗酒去拜他 一般来讲是可以改善一下你的业绩问题 当然 如果你的业绩达到你的标准 你后续想一下 你的承诺要执行 这是一点 那如果你们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来跟老师分享一下 我倒是愿意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我不是不想在这个视频跟你讲 没有那个意思 因为视频的话是针对 很多的普罗大众 我要找一个叫做 一般的状况 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包括你的大运 你的榴莲 还有包括你的最新的运势 我只能够跟你讲个大概的 所以你个人有什么需求 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客制化 针对客人不同的需求 提供他不同的建议 找我是最好的选项 认为的意见我都愿意接受 有什么问题 欢迎找老师谈 今天谈到这里 谢谢